第三只眼睛带您看世界 2020庚子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古今中外的许多预言家都预测到了 2020年会发生一系列的大灾难以及重大变革 而人类的命运将面临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刘伯温的旧结碑文预言 也叫太白山刘伯温碑记 刘伯温在碑记中说 从2019年黄历10月起将有一场大瘟疫从湖广开始蔓延 评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瘟疫直到2020年黄历7月13日达到顶峰 2019年12月1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 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面发表论文说 发现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这位武汉肺炎的首例患者的症状出现的时间是2019年11月 也就是黄历2019年10月 这与刘伯温预测的瘟疫出现的时间完全一致 看完刘伯温的预言 我们接下来看《定母经》中 关于庚子之灾的预言 诗曰 情怀足流荡 无处多劫夺 桑叶须后见 残娘情不悦 见残不见私 徒劳用心窃 朴曰 鼠号出头年 高低多偏颇 更看三冬里 山头起木田 庚子年是中国传统的六十甲子纪年法 六十甲子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 以六十甲子年为一个轮回 古人认为 历史是轮回重复的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六十年一个轮回 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换句话说 上一个庚子年到下一个庚子年 即为一个甲子 2020年是新一轮的甲子 也是21世纪的第一个庚子年 民间一直流传着庚子预言 庚子之灾 庚子大坎 庚子轮回的故事 历史中的庚子年到底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1840年 庚子年 中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1900年 庚子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960年 庚子年 大饥荒 2020年 庚子年 病毒爆发 既然每逢庚子年 就会有大事发生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预言家珍妮的预言 美国预言家珍妮一生中预言很多 无不应验 1997年珍妮病危 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 在东方 某个地方出现一个男婴 他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21世纪初 人们会感受到这个人伟大力量 在此后的十年中 世界将会以新的格局 新的面貌逐渐进入一个消灭战争 化解灾难的新世界 2019年后 他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珍妮还预言 2020年 反基督者将会呈现邪恶的一面 《圣经启示录》中 记载的哈密基多顿之战将会爆发 最后是正义的一方获胜 哈密基多顿之战可以翻译成 末世善恶大决战 或者是末世大劫难 之后的大审判将不信神的人和迫害神的人打入地狱 留下的人类从此进入新纪元 看完真理的预言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女预言家 关于2020年的预言 盲人预言家巴巴万佳 是保加利亚一个能预补吉凶的瞎子 也称为欧洲龙婆 由保加利亚千里眼的称号 万佳在长达50年的预言生涯中 做了几百次的预言 准确度据说高达85% 万佳曾经预言了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 美国911事件 美国会出现首任黑人总统 2016年英国将成功退出欧盟等 万佳在深情预言 2020年世界将受到更多的灾难 包括中国、日本、阿拉斯加、巴基斯坦 都将出现大海啸 地震也将给亚洲带来冲击 至少会有400人身亡 关于中国 万佳还预言了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下一个超级大国 会超过美国 万佳的这个预言 美国的预言家凯西也做过类似的预言 凯西说 有一天 中国那儿将成为孕育信仰的摇篮 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 是的 这对人来说很遥远 但对神来说很快 很快 中国将醒来 涉及到2020年的预言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 还有货币预言 货币预言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货币人预言说 当九大征兆都出现后 现在的世界就会在一场大灾难中结束 然后留下懂得感恩与和平的人 将进入新世界 也就是货币人说的第五世界 货币人把我们现在的世界称为第四世界 第二部分 货币人预言的第四世界结束前的九大预兆 第一个预兆 白人来到我们的土地 用雷和闪电攻击敌人 第二个预兆 我们的土地上将出现很多嘎嘎作响的 旋转的轮子 第三个预兆 一种带长脚的新奇野兽 将在我们的土地上奔跑 第四个预兆 大地被铁蛇纵横贯穿 第五个预兆 土地被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覆盖 第六个预兆 大地被石头砌成的河流贯穿 第七个预兆 大海变黑 许多物种灭亡 第八个预兆 许多年轻人留起长发来参加我们的部落民族 第九个预兆 一座天上的房子像一颗蓝色的星星坠落地球 目前这九大征兆均已出现 第三部分 在第四世界开始时 神把一块石刻交给霍比人祖先 并说 当第四世界结束时 将有一场大灾难 即使地下的蚁人世界也无法避免 第四世界结束前 来自东方的神圣巴哈纳 和你们天上失散的兄弟们就会回来 把智慧的种子植入到人们的心里 传播一种新的教义 你们只要凭借这块石刻指引 就可以找到它们 如此你们就得救了 因此石刻上预言的是 霍比人找到巴哈纳的方法和得救的密码 从诸多预言中可以归纳出 在2020年地球将发生一次大劫难 而在劫难当中 会出现正义和邪恶两方的大型征战 最终正义的一方会获胜 得救的方法是存在的 人们需要找到一位来自东方国度的圣者 和一种新的来自天上的智慧 找到这些就能获救 各位朋友 关于预言中得救的方法 不知道您找到了吗 如果您还不知道 希望您能从我们前面的预言和视频中找到它 答案就在里面 也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能找到平安度解的方法 第三只眼睛带您看世界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一期节目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新的预言 感谢您的点赞 订阅 分享 如果您有什么感想 请给我们点评 留言